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5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基辛格在4月3日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最新撰浪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基辛格在文中说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 对人类发起袭击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 但是他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活动 可能会持续几代人 而各国必须要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当前的问题 否则就可能面临最坏的结果 基辛格表示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 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步战役期间 他说就像在一九四四年一样 有一种早期的危机感 而这种危险不是针对特定的人 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 现在在一个分裂的国家 我们需要更有效率和有远见的政府 以便克服前有未有的障碍 维持公众的信任和社会团结 现在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及国际和平至关重要 基辛格还说 在新冠病毒之后 世界将不是原来的样子 而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 向人类发起了袭击 它的传播是指数级的 美国的病例数每五天就翻一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治愈的方法 医疗供应也不足以应付不断扩大的病例数 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边缘 而检测量不足以确定感染程度 更不用说逆转蔓延 成功的疫苗可能要十二到十八个月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 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 也就是国家机构能够遇见灾难 阻止其影响并且恢复稳定 而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时 许多的国家机构将被视为是失败的 基辛格表示 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 但是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 可能会持续几代人 即使是美国 也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单纯的国家努力 战胜这种病毒 解决当前的问题 最终需要以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 如果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情 那么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基辛格强调 美国必须在三个领域做出重大努力 首先就是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 避免因为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危险 自满情绪 不断地开发新的传染病防空技术和疫苗 而地方政府也必须始终如一地 保护人民免受流行病之害 第二就是努力医治世界的经济创伤 政府应该寻求减轻经济衰退 对最脆弱人群的影响 其次就是维护世界秩序原则 在内政外交中保持克制 确定问题的优先次序 而在问题的最后 基辛格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纪元 各国领导人面临历史性的挑战时 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 如果失败可能会烟火烧身 而外交政策邀请的多名世界著名学者 也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夫科学 与国际事务中心的教授沃尔特表示 新冠疫情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 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在这场疫情中 韩国和新加坡两国应对的最为出色 而中国也在早期的失误之后 做出了良好反应 相比之下 欧洲和美国反应迟缓应对失策 这则进一步损害了西方的形象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 马凯说则表示 新冠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的方向 只会加速已经开始了变化 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转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而另外一篇评论文章则表示 美国经济在三月份减少了七十万个工作岗位 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让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疫情之下的美国各种灾难会合在一起 可能会导致糟糕的境况 华盛顿邮报在四日援引专家话表示 即将到来的是完美风暴 不断飙升的失业率可能会将大量民众推入没有保险的行列 其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寻求医疗补助 这将进一步增加周预算的负担 再加上现在卫生情况的冲击 美国可能会出现卫生经济学家奥斯丁弗拉克 所描述的迫载队的灾难 华盛顿邮报指出 有两幅关于美国疫情的地图可以很好的展现即将到来的风暴 首先是通过对首期数据的分析 展示人们在疫情期间的出行程度的力图 分析显示 在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等地 人们继续进行广泛的旅行 而随着疫情的加剧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受到感染 正如印第安纳大学维生政策分析师阿伦卡罗尔所表示那样 这种景象对于南方来说的确是一个坏兆头 第二张地图来自凯撒家庭基金会 该图表明南方的州中有许多没有扩大的医疗补助计划 但是他们的确诊病例正在激增 而美国的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朱迪索罗门则表示 这是一场惊涛骇荡 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下一个疫情的峰值 就像我们在纽约所看到那样 而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 新的世界数据可能是对经济衰退 将有多么残酷的初步一撇 一场吞噬一切的流行病的突发事件 再加上一场可怕的经济衰退 美国面临的这代危机 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有人的承受能力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709律师王全璋 在4月5日早上从山东里以监狱获释延案 目前他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 而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趋向 妻子李文祖坚持 丈夫理应返回北京 王全璋是1976年生 是中国维权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 在2018年的12月26日 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璋的申颠罪 而在2019年1月28日上午 该院认定王全璋犯有颠覆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 并且剥夺政治权利5年 所谓的709案 是指在2015年7月9日起 中国公安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的逮捕 传唤刑事拘留 带走失联约谈 上百位律师 民间维权人士 上访民众以及签署的事件 这起事件因为李文足的家属常年被捕 或者是失踪家人奔走上访 引发了中外舆论的很多关注 王全璋或是抵达济南后 与妻子李文足简要的通话 李文足表示 全璋今天早上九点钟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他五点多钟离开监狱 到了济南自己的家里 其实济南的房子是出租了 警察把租户赶了出去 全璋目前被放在自己济南的家里 因为他是借用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 通话很匆忙 说买了手机后再给我打电话 而当局目前对于王全璋的安置 是14天的隔离 接下来能否获准与李文足母子 在北京团聚将是关注的焦点 而李文足表示 他将不会去济南与王全璋团聚 我为什么要去济南 我不会去济南的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是在北京生活 全璋被抓之前就在北京 他是必须应该回到北京的 他离开监狱的那一刻 到底是去济南还是去北京 我们是在哪个城市生活 都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权利 现在政府利用疫情隔离的理由 继续监禁权章 而为了敦促权毁育后 回到北京 4月4日全国哀悼日当天 709律师的几位家属 王俏领 袁珊珊 还有刘二敏等 发出了至中国司法部和公安部的公开信 不要使中国法治的吹哨人 王全璋陷于家庭分离的悲剧 现前将王全璋比作了武汉疫情期间吹了哨 而被训诫了医生 标示709律师在破坏法治的病毒的肆虐中被失踪被判刑 他们曾经用直列生涯的代价 辩护过嫌疑人 或许洗脱了罪名 但是他们自己被扣上了重罪 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人身自由 其中就有王全璋 现前还指出 王全璋不是湖北籍完全符合回京条件 而且在官方鼓励各地纷纷回京的同时 按照北京山东的相关规定 王全璋符合回京自行隔离的条件是合法的 但是官方却设置障碍 不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李文祖最近一直为王全璋回京做准备 包括烹饪 目前暂时无法团聚 而采访中李文祖对媒体表示 虽然暂时不能与丈夫团圆 但是他刚刚联系了济南的外卖人员 安排为王全璋做饭到家 而王全璋获视消息在网上有热传 有网友说夫妻团圆是天津地义的事情 任何阻挠都是暴虐的行为 另有网友说 当局不让王全璋回北京其实是借口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 有关于中国口罩出现指南问题的相关进展 在北京时间的4月5日 中国国务院的联方联空机制 新闻发布会举行 就部分国家表示 中国的医疗物资出现质量问题进行回应 当时中国商务部的外贸四亿级的巡视员江方表示 通过多方调查表现 我们发现有关报道并没有客观反应事实全貌 有一些完全归咎于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 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中外产品的质量标准不同 还是使用习惯上存在的差异 甚至在使用者如果操作不当 也可能引发某些质量疑问 比如前一阶段 中国出口荷兰的一批用于个人防护的非医用口罩 被分发给了当地的医院使用 我最新得到的消息是 4月3日晚上 荷兰的卫生大臣发布推特表示 中国最新到的一批口罩质量符合荷兰官方标准 并且已经批准下来 江凡说中国将与包括荷兰在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沟通合作 在中国主动担当严把关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 也希望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进口环节进行必要的质量检验 同时也要在使用过程中按照产品使用范围和操作 正确使用 至于在产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建议双方企业要进行充分的沟通 依照合同约定 按照商业化原则协商解决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瑞幸事件的最新进展 中国证监会在4月3日发表声明册表示 高度关注瑞幸咖啡的财务造假事件 对公司财务造假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不管在何地上市 上市公司都应该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 真实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而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国际证券的监管规则的有关安排 依法对于相关情况进行核查 坚决打击欺诈行为 并且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已有业内人士担忧 瑞幸事件将使原本就已经比较艰难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环境 雪上加霜 恐怕会引发新一轮的针对中概股的信任危机 2015年至2016年的退市潮或许会出现重演 自从现在的疫情爆发以来 受到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冲击 原本预期火热的美国IPO市场几乎是完全冻结 而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正是难上加难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二三月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而美股的IPO市场也相对萧条 在第二季度 美国经济的持续停摆 预计将扩大IPO市场的僵局 多位从事中概股公司投资者关系的业内人士表示 原本在卫生情况的影响下 许多中概股赴美上市的进程已经遭遇了中断 接连暴跌的美股市场同样不利于上市 而现在又加上了瑞幸财务造假 对于投资者心心的打击 接下来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势必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严苛的环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使人